你说那些嘴上说着不想谈恋爱的人 他们心里是不是打开头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 如果说心里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可能就是在面对世人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去说 我爱了 相反却总是背着全世界偷偷地爱着 其实失去爱的人并不可怕 而可怕的是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而那种丧失能力的感觉 就是害怕以后我们再也心动不起来了 也许我们都曾经在很用力很用力地爱过一个人之后 消耗掉了我们身上所有的感情与热症 那么以后再遇见的人呢 即使对方对你再真诚 你也不想再谈恋爱 我们都无法再用心去接受别人的感情 别人的示好呢 一点点地沦为了负担和反感 所以在这路遥之马力的人间 真的有人会把爱意 藏在心里 好多年